电风扇看妈 可别大意哦 当心是儿童癫痫发作 台中就有一名两岁的小弟弟 他看到旋转的电风扇 就会紧盯 而且看完之后 还会兴奋的点头举起双手 爸妈本来觉得这样很可爱 可是这样子的行为 每天都持续 频率还增加 就一之后才发现 原来换了婴儿型 点头进卵 小娃娃好激动 一双小手伸直高举 仿佛就在举手说万岁 这画面爸妈可得当心 觉得家装小宝贝好可爱的同时 他可能也换了婴儿型点头金软 点头或惊吓的动作 通常会合并所举高 像吓一跳这种动作 或是这样一张一下 常见的行为就是点头举手 小娃娃如果不哭闹 家长真的很容易忽略 医生说这种婴儿型点头金软 是属于癫痫的一种 旋转的东西容易诱发 因此像是爱盯着旋转的电风扇 或是时钟 看完之后还会兴奋的点头举手 尤其时间频率越来越高 就要注意 而这种婴儿型点头金软 两岁前的婴幼儿属于 好发奇 像被饮食啊 代谢有问题的小朋友 也会出现这些状况 再来就是说脑 脑有曾经感染过 发生原因可能是脑病变 先天性感染 遗传性代谢异常 或是头部外伤等等 所以家长一旦发现 家中小宝贝行为异常 记得先到医院检查 避免影响孩子成长发展 记者蔡婉如晨世杰 台中报道